那剛剛老師有注意到幾個部分 順便跟老師補充一下 您看我們在這裡 就是那個簡報者這邊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呢 您本身 我都已經把那個泡粉匯進來啦 我就像這樣 那您會發現您是沒有滑鼠游標的 就錄影的時候 是沒有滑鼠游標 也就錄下來 其實你不會看到我黃色的那個游標 那怎麼辦 他有幫你準備在簡報者這裡 您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指標 就在這裡 你把它按下去 我們加的 把它按下去 你看我滑進來 有沒有滑鼠游標在裡面了 那這樣他就會同步錄影 那如果您有需要畫筆怎麼辦 我們分享上次不是需要畫筆嗎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一支筆 連筆都幫你準備好了 筆圈 圈重點 可以啊 圈重點 還可以換顏色 寫字 寫字 寫字用觸控螢幕寫 對對對在這邊 可以賞寫喔 手寫喔 手寫就要看您的螢幕有沒有支援觸控喔 不過原則上啦 原則上應該還是這邊 可能要那個觸控筆會比較好寫 嘿 好那 你看他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 這裡還有那個 類似那個投影片的那個叫雷射筆 那個效果有沒有 就是這樣 會有一個那個雷射筆的效果喔 像這樣 好 然後 下面這邊就是那個網路攝影機的效果啦 這裡有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老師 這個指標我就先把它收起來 如果你希望 老天爺幫我們下點雨有沒有 這樣比較有感覺嘛 所以如果老師有需要的話 起雨就可以來這邊 就是他可以做一些畫面上的一些那個啦 就顏色上調整 這是網路攝影機的部分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玩一玩 好那另外一個老師剛剛有注意到的就是 我們剛剛是錄影嘛 好錄影那 好 來下來一下 這樣雨 先讓他停一下 好 好到這邊喔 那麼 如果您 都錄好了 那我們來看 先把它儲存起來 好您到 左上角這邊 我們有一個檔案 你看 您可以把它做儲存或另存都可以 好 那麼我在這邊我先把它存起來 看您要存在哪裡 那您會發現呢 他存檔之後 存檔之後呢 他會放在這個地方 來你看喔 上課的專案在這裡 你看 我們的專案檔在這裡 可是他會帶有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 他會多一個 在你存檔的那個位置多一個資料夾 那麼 你點開裡面 你會發現 原來 我們剛剛所放進來的 PowerPoint 這些 這些內容 他會怎麼樣 他會 有沒有變成圖片 對不對 好變成圖片放在這裡 那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錄影嗎 你有沒有發現 錄影的在這裡 他會自動幫我變臺 綠幕有沒有 有發現了 是我剛剛的錄影 所以每一段他就是個別錄下來 然後再去對應到 你的投影片是哪一張 所以老師呢 如果您 要拿到不同台電腦 請你記得 不只 帶走專案檔 這個資料夾也要帶走 不然的話他會找不到 他裡面的這些素材 這樣您了解的 等於說他就是要在一起的 這是您在存檔的時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 那麼 最後我們來看 怎麼做輸出 那麼這裡的輸出其實有兩種 兩種概念 如果老師你要把這個當作是線上課程來上 或者是現場的教學課程都可以 因為他可以做簡報 那怎麼做呢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叫做播放 好 我就來這裡按一下播放 好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有錄影的 他在這邊會有一個 藍色的線告訴你 你這幾個投影片有錄影 那像 這個沒有錄影 你有沒有發現他叫做直播 其實 不一定是直接播出去 但是 老師可以思考一下 有些時候 我們上課 我可能是讓同學是先看我預先錄好的影片 對不對 或者我準備一些影片啊教材 可以給他們看的 我就來這裡你看我就先播放 大家好 今天呢 有沒有 然後如果今天時間不夠 那我們就說 老師今天比較忙 所以我們把那個 速度調快一點 你先大概看一下老師剛剛錄的 這樣可以嗎 好那同學看看 看過老師 準備的教材之後 來 現在 我在直播這裡 就是Live的演出囉 有沒有 有沒有 同學你剛剛看過我們的內容之後 現在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你這些 看法 口號目標有什麼需求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沒有的 那他就跟我們剛剛編輯狀態一樣 會看到我現場的 那如果是在這裡 他就會看到我錄影的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拿來上課使用 也可以啊 也就是說老師你自己先準備好 我拿一個 就是 教材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實際操作的時候 沒辦法現場完成嘛 我就先準備好 那我透過這樣子 我就切換 到這裡 剛剛同學看過這些內容之後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把它當作是一個Live的 來 當作是一個教學的方式 做簡報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 那我已經錄好了 我想要輸出了 輸出成我們的一般的標準的影片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從下面這裡 從下面這邊 要Share 分享 輸出檔案就好了 從這個地方 您不需要把它傳到網路上 我們只要把它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直接輸出 透過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你剛剛有錄影的 直接變成 NP4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直接變成NP4的格式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輸出 那老師有沒有一個疑問 請問 我沒有錄影的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剛剛這裡沒有錄影 後面這裡也沒有錄影 它就不會輸出 就是這段完全不會出去 它只會輸出有錄影的地方 所以這些投影片 你完全不會看到 不會有那種 就是有 影片但是沒有聲音的情形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的 所以我現在呢 就可以透過這邊 把它做一個輸出 把它變成我們的 NP4 好 那我就把它輸出出去囉 至於說輸出的時間長短 就看老師錄影的時間長短 老師你可以先輸出一個 影片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 搭配我們後面另外一個軟體 來跟大家做介紹 怎麼上字幕 怎麼編輯 這些內容 好 那我們請大家 您自己的影片 試著輸出看看 就可以一起來玩玩看 我現在先把這個影片把它輸出 好 這邊已經輸出好了 好 那 這個 你看 在檔案總管裡面 我們把它顯示出來 您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變成一個NP4的 好這個42Mbps左右 還好 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那麼最後呢 我們 待會呢 就要把 另外一個軟體把它裝起來囉 好我這一段我先到這邊結束